新竹有一名骑士跟轿车发生擦撞之后倒地 后方的轿车闪避不及直接撵过了骑士 使他卡在轿车的底盘动弹不得 消防人员到场之后赶快用了千斤顶来抢救 而附近有六位正在加油的民众看到也见义勇为 合力将车子给抬起来帮助骑士脱困 车后急救现场十万火急 一名男子被轿车撵过 整个人就塞在轿车的底盘动弹不得 救援行动刻不容缓 消防人员用千斤顶等器材 试图将车子努力往上搬 旁边加油站的民众健壮 主动加入救人行列 一起将轿车抬起 这才将受困的詹姓男子给救出 平均了解这名男子晚间骑着机车 行进新竹市的宝山路 先是遭到一辆轿车撞击后摔车倒地 接着后方轿车闪避不及 才会酿成这起严重的车祸 他一闪就先撞到我左后方 一点点擦撞 然后他就他打弯了 他可能就失去空 所以就往中间走 中线走 然后再被后方的车追撞上 而不小心将男子免过的女驾驶 则是因为惊吓过度 说不出话来 目前车祸的詹姓男子 生命垂尾还在医院抢救当中 而整起车祸以及肇事责任 警方还在调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